早安 你們看看我身後的隊伍 我們10點才開 未排隊,還有十多分鐘 到處逛逛逛,去排隊過關 超多人 我剛才看到他們舉牌,有些是去Brussels 有些是去Disneyland 所以不是每個人都去Paris 我看到東西很漂亮,先拍給大家看 你們看看這個 聖誕樹 是什麼的聖誕樹呢?認不認得個顏色 是Tiffany的聖誕樹 超高,很漂亮 終於進來了,有衣服,有穿衣 我們剛才買了一些食物 因為今天未吃早餐,不會吃午餐 因為我趕著去Airbnb做事 我有些緊急的事要做完 所以已經早知道了 所以我們計劃了不會吃午餐 Mr.Honey的乳酪和我的乳酪一樣 很悶 我們現在吃了乳酪,上訓練的時候才吃包 因為還有一小時 上了火車 現在我跟Mr.Honey在這裡 Weapon of Trust 因為是Baguette 很硬 很無聊 吃這個 剛才的乳酪都不錯 現在就吃這個 很硬 很硬 走一走一走 我們應該還有十分鐘就到了 然後停了 停了之後 廣播又有暗暗的 不知道是暗的 後來超小的聲音 好像在吵架 沒有人聽到說話 聽完之後 總之車停了 後來我們聽完之後 大家看著 說什麼 後來沒有人聽到 連服務都聽不到 後來隔了一會兒 又開門了 開門了 應該說 有事件 總之是事件一樣 聽不到說什麼 所以停了 就在等 但我有事做 其實我跟Mr.Honey說 Out of all the days 都不趕 但我今天是最趕 我要回Airbnb做事 因為我要出量給同事 對 這個我很緊張 然後 Out of all the days 就是這樣 然後我們現在就坐在這裡 你看我我看你 然後瞄嘴 怎樣 快點 但廣播又不清不楚 而且我發現廣播很划算 廣播的法文是長很多 好像給你更詳細 然後英文是很短的 所以就這樣 不知道我們會累積到多少 但有什麼事給Vlog 不然我今天應該是沒有什麼Vlog 5點13分 終於回來了 又塞車 又要等車等很久 然後我們兩個 餓鬼頭胎 因為真的很餓 吃了那條包都不知道去了哪 現在我們就買了少許東西回來吃 吃完東西就要極速地做事 因為我晚上我的好朋友會過來 所以現在在他見面前 我已經完成了我同事的收費 給大家看看我們到底買了什麼 餓鬼頭胎 有炒麵 有菜 這個應該是雞 還是肉 我哥哥也有炒麵 有雞 應該是西令雞 這個不記得了是什麼 它是一個take away的餐廳 我說by weight 不管了 總之是快 不用等 回來可以吃 還有一個prong crackers 是他們送的 現在我們先吃東西 Hello各位Baby Hello Are you excited? For who? Santa Claus For my best friend to come over Santa Claus is coming Bye You haven't been good No person for you girl She's got all the presents Because I've been good Anyway 好,逮捕了一會之後 我已經做了我要做的事 現在8點半 剛才那個大餐也是我們兩個晚餐 因為實在太飽了 現在我要做什麼呢 我直接沖了一會兒 就等我朋友來 今晚沒有東西拍的了 因為我跟朋友 我不記得我完全沒見他多久了 一年? 一年? 我想有一年 我想是一年 因為他在英國長住 所以不是經常都看到 所以我們很珍惜大家 看到大家的時間 今晚都會是catch up 我們買了有些 wine和起司 今晚打算招他們聊天 招一晚 應該不會 大家都不年輕 所以應該聊不到一晚 應該明天再重新來 我先處理你們的期望 不知道未來幾天 因為我的朋友會待到星期一 星期一他們走完之後 我跟Mr.Honey都要收拾行李 星期一回香港 所以未來幾天 不知道我有多少 因為有時跟朋友聊天 太開心了 忘記了 而且不想經常拿鏡頭出來 好像對著別人 人家不是做這個職業 人家都不想上鏡 所以我盡量不去 intrude我們的小雙醉 但我盡量吧 如果未來幾天的短片 或者vlog會短一點 大家就不要介意 相信大家都會理解 因為跟BestFind聊天 很開心 很多話說 會忘記的 就是這樣 而且先說一下 今天很緊急 剛剛洗澡熱水 今天都很想念香港 因為剛才我工作的時候 網路很慢 然後我要上網給我的同事 然後我就想 這麼慢 其實我來住這裡已經算快 我聽過 或者我上次來法國的時候 我連影片都上載不到 即是網路很爛 但這裡都算快 但網上銀行都還是很差 然後我坐在這裡 看著鏡頭收音的時候 我跟他一起收音 後來我就想 很想念香港 香港什麼都快點 後來跟Mr.Honey說了一句 很想念香港 然後她說 我也想念香港 我決定了我們的結論 就是我們兩個都已經Paris out 所以都很興奮回香港 都很興奮回家 我應該也是會 坐車的時候 看到香港的Skyline 我就想 回家了 我問大家有沒有 大家如果去完一個地方很久 或者在外國讀書很久 回到香港的時候 看到Skyline 真的 為了你阿海說的Skyline 然後大家有沒有回來了 有就在下面舉手Emoji 有你就知道我說什麼 還有我開始想念淡仔和翠華 這裡的食物其實都很貴 當然如果你在這裡住 譬如你讀書 或者你搬過來住 你不會天天出去吃飯 但是其實我們覺得 如果你來旅行 或者像我們這樣 你想多探索 你未必想煮東西吃的話 其實每一餐都很貴 大家看到價錢都知道 然後我們經常都笑 香港不用這麼貴 香港一半的價錢都可以吃很好 這件事我又開始掛念了 都是一件好事 有時候走一下的時候 就會沒有這麼貴 你會感受原來都不錯 原來都很好 原來都真的很好 就是這樣 無論如何 我都有點神智不清 計完幾百條數字之後 好迷 還有之前有個女生問過我 我計算公司的數字的時候 會不會計算得很準 我會計算得很準 我覺得這個是你做生意 每一分每一號每一個線 都要盡量去精準 要不然那些數字就會有一段距離 你不知道自己的數字是怎樣 很難搞 所以我知道是很難 因為我經常都很有限 但是我都盡量去精準 我用那些時間是很長的去精準 這個是我個人的看法 可能你問其他人就不一樣 不過你問我 我就覺得要盡量精準 因為如果你不知道那些錢去了哪裡 其實對商業不會健康 就是這樣 我現在就坐在這裡放鬆一會兒 然後安頓好我的情緒 等我最好的朋友來到 我就要外出接他了 I'm gonna see you tomorrow Bye Bye I'm gonna see you tomorrow